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在九周年极限之后 六周年的两张大甲 就有常带过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挑战 就是空四个位 就是有四张栽培人的情况下 然后来通关最难关这样子的 Visto Gohan Gojita 都已经有通过过了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轮到我们最新的悟佛啦 这个的话 就是看到有人成功通关 就想说来挑战一下 结果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 那么这边的话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 在顺位上面必须要好 重点就是好友的既出招 一定要在第一回合登场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看身边是陪伴着另一张角色 到底会是谁 因为这边的话我们必须要 一个回合直接把对面给轰烂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第二回合当然也必须要有 另一张角色存在着 这个才有办法做得到 再让顺位整个流畅起来 那么不管是 就是圣兰达在陪着出招也好 即义悟空陪着出招也好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要有分开来就好了 那么剩下的话就是鬼魂的运用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复活的运用 全部弄到好的话 那么就一切alright 像这边的话 因为第一回合 血量是固定降10万 然后这个队伍带了很多 栽培人的关系 所以血量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已经是非常低 低过去的气派 所以这边 如果是圣兰达在这边 就需要开鬼魂 但是因为是出招在这边 即义悟空在这边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 直接让他去复活就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是直接 会拥有最大战力 在下一回合 圣兰达啦 只要不被 锁到怪怪的位置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发挥啦 这边的话 最初的两个重点 然后就是第一个回合 登场的顺位 以及17号的守卫 不能让他乱乱的去手 可是我们这边的 即义悟空 表现得非常不好就是了 竟然 就做了一个 连击连的一个普攻罢了 这个是非常残念的事情啦 嗯 那这边就先行来 复活一下 大丈夫 然后这部影片 基本上就是在 Water Kong的时候 尝试打一打 结果还真的是成功了 哈哈 那么大家就可以 一路慢慢看过去吧 OK 这个就复活完成 那这边当然另一个 一个要点也就是我们 全王的 Supporter Memory 带来的20%提升 非常有感啦 然后那么 出造这边的话 就应该说 17号这一条 顺位锁得很棒 没有锁栽培人 要不然就是他出去重来了 这边就出造战力 他会被打到 就不会有联击必杀 就是必定联击没有了 就是看潜能 联击看能不能出来 然后不过因为复活过后的关系 那么 Vegeta的火力 NR绝对就是嘎嘎的 并且敌方是技术的 所以这一轮其实打起来 也不会到太辛苦 Satetok 277万 这一个火力 Vegeta还没有点满被动 哈哈哈 这次还没点满被动的状态 就已经是这么个勇猛了 那么在下一个轮回再登场 Vegeta的被动就全满了 那么就是开煞的时候 OK 成功三连维萨 如果Vegeta这一发没有联击的话 那个栽培人也没办法把对面给烤掉 肯定没办法 那个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嗯 这边就是刚刚好我在忙 所以没办法马上点下去 OK 然后来到这一个顺位的话 就必须要把鬼魂开上来 因为回避上面是没得用 而且金佛17号是满血的 也没办法直接炸 那么这边就 诶 竟然没有开主动机 我一直 我刚才一瞬间以为我自己有开主动机去了 可能是特地留着啦 for最后一回合的悟佛来使用啦 因为这样子来打可能会比较理想一些啦 嗯 刹 刹 留到给那个悟佛状态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的话 就有菲律狗 天开 以及一回秒 刹掉我们的这个金佛17号啦 剩下的就是看表演了 对 菲律狗 天开 刹 刹 然后我们的圣兰达 嗯 这边应该是会开主动机 因为当下其实就有一次在想 如果没有开主动机会不会打不死 这个样子 如果打不死的话 这一次挑战就算是失败了啦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让Begina开 因为即使等一下 误佛阶段啦 没有主动机 对于Begina来说也没关系 因为他的火力十足的爽啦 只能这么说 因为像之前大家也是有看到嘛 就 除灶开的必杀之后 一个59%的必杀贝力辅助给到Begina之后 然后再配上对立斗的状态 4000万的火力可以达成 这边的轰炸程度啦 是仅次于Ziland的那个火力 那个单法 可是Begina的连击 每一下都是能造成殊途的 所以这也是绝对alright的啦 OK 这边的话 就有反击无双 603万乘以3 1800乘以1.9 就将近4000万 不到啦 3700万这样 4330万 这一个火力 哈哈 就是 送啦 然后接着连击 不过Begina的连击到 比较稳定一点啦 对比悟空来讲的话 这个是真的 哈哈 对 2700万这样 两脚就把它给干掉啦 那么最后就来到了 悟佛阶段 悟佛阶段这边 因为手上还握着 一个 那个鬼魂 所以 简对是 简单的 撒 1500万这个主动机 没有任何连接啦 我们的这个复活之后的 吉翼也是这么的猛啦 嗯 就 这个六周年的强化啦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夸张啊 只能这么说 1980万 但 因为是克属的关系 吉翼在这边的火力上面的表现 其实也是很优秀的 主要 还有就是讲说 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潜能的属性克制的关系 这边还是可以帮忙做到伤害增加 所以这个 吉翼打的时候火力是很高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吉翼悟空 又是 嗯 断火了 超烦 这个最怕的就是 先攻必杀吧 不过对方啦 血量是在 50%以上 其实北吉他站在1号去扛啦 也不会死 就死了啦 但就 让人家出招去了 哈哈 因为 后面一排可以反击到非常多的伤害 因为我们要计算的就是讲说 这一边 足够 有 有足够的伤害 把那个对面给干挂掉 殺 1070万 这个就 0 damage 哈哈 非常多的 0 damage 不过很可惜啊 彩星大佬的这个第三发连击 连了一个普攻 要不然在这边的火力 会更加高更好的去做输出 不过这一边啊 可以刚刚好破防 就已经是very arigatai了 我这边算到来的话 他的最后是2900多万 哎 包括彗星下去 所以突破2800万到2900万左右 就是可以做到正常的输出啦 嗯 嗨 可是 这一个 技厨招啦 在这一边 他的回避 没有到那么稳弃气派 有一点小怕怕的 哈哈 对 那么最后一发 交给美其达啦 4335万 就是这个样子 殺 Ovarida Dong 对 这样子就 之前 在打那个 第十一 然后类别的时候 打到半生半死啊 结果 换成这样子的队伍之后 哈哈哈 直接 空四个位出来 都能打过去 呀 这个强悍度 真的是很浮夸 嗯 我不确定 拳王的supporter memberly 没有强化的话 能不能做到啦 因为在气力条上面 始终在初始 然后会有差异 因为差了三七啊 嗯 所以我没有尝试过 这个是在 全王supporter memberly 强化之后再来的尝试啦 这边就有加三七 20%的辅助 这边 那么 第七 第十一宇宇宙类别的任务 还没过的朋友啦 也是可以尝试这个打法 那么 其中啦 四个空格啦 就把那些 level 1的 第十一宇宙的角色 安定去 因为他们会影响到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讲 火力有时候太大啦 会 让我们的 节奏没有到这么漂亮 这方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啦也是 可以啦 如果是放墙角 因为之前也是四个打过去了嘛 所以这个样子 大家也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不过 放进去 他们也吃 他们只吃到单边队长啦 也只吃到单边队长 哈哈哈 好啦 这个挑战真的是 当下 玩着的时候 成就感还蛮大的 能够通关 不过 只要计算好 就按照大概这样子 刚才前期 跟大家讲到的 步骤来打的话 完全是可以 顺顺利利的打过去啦 好啦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